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唐大剑 你同我一起回去吧 我们回家过生辰 好啊 这是什么东西啊 星星 这是星星 天上落下来的 被北面的牧民捡道 进攻给了公 小魔神 竟真的去找了一颗星星 今日是你的生辰 这块云铁 就全做贺礼了 好 原来叶熙悟的生辰是今日 谭大剑竟然记得 怎么 你不喜欢 没有 我就是有些意外 叶熙悟 今日准你一日假 回家看看吧 好啊 不然你有事 rews 淡辣渐 你和我一起回去吧 我们回家过生辈 好啊 祖母 我吃不下了 这是你的寿命 一定要多吃 你看你 在宫中都瘦了许多 我听春桃说 澹台竟陪你到了门口 没进来 依我看 孙女婿不进咱叶府的大门 实乃人之常情 你想想看 她当初在咱们家 过的那是什么日子 别说是泽宇 经常找她的茬儿欺辱她 就是我跟你爹 也从来都没有正眼瞧过她 说到底 是咱们叶家 可待了她 怪不得她高高兴兴地跟我来 到了门口又不进来 原来是想到了以前不开心的事 说实话 说实话 澹台竟能够不计前嫌 保下我叶家几十口人的性命 她虽是大盛之敌 但是我对她 是心存感激的 而且我看得出来 她对你 情真意切 奶奶 你要珍惜啊 至于其他的 来日方长 不必心急 爹 你说得对 我吃饱了 宫中还有差事 我先回去了 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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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澹台竟 你怎么回来了 你以前在叶家过得不开心 我却贸然带你回来 我只是觉得你在宫中过得冷清 想带你出来热闹热闹 没想到你一直等在外 我 没关系 生辰过得开心吗 嗯 开心就好 虽然今日我没有进门 但是 我还是很开心 你能够带我回来